你去喂鸡 不要去 叫我了 爸爸 爸爸去喂鸡了 他就想跟着去 我说你泥巴太多了 不让他去 他想去看小鸡 伯伯 我们去喂小鸡好不好 小鸡在下面 你怎么知道小鸡在下面 妈妈带你去好不好 慢一点 不要摔跤了 他就很开心 他要跟着你去喂小鸡 这个篮子拿着去捡鸡蛋的 小心点 小心点 小胖急着 喂鸡的米 然后小小胖急着小篮子去捡鸡蛋 哈哈哈哈 还有后面一个小狗 现在去喂小鸡去了 这都是我们养的小鸡 我们养了有一段时间了 哎呀我儿子进去了 不得了 因为这个鸡 到了吃的时间了 宝宝不去搞嘞 哎 不能搞小心摔跤了啊 你拿来这个给外婆给爸爸去 给爸爸去 背鸡 叫你宝贝 去加料 哎呀 啊这个是给爸爸加料的 给鸡吃的知道吧 哎呀他提不动 哈哈哈哈 提不动哦 有个人提不动哦 不能丢啦 现在我们就是喂骨子和米 还有米糠一起伴着喂 宝宝不要让你造反 一般我不愿意带着我儿子出来被鸡 因为他就是造反派你看 他爸爸都怕他 宝宝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不要去赶他知道吧 人家他不敢去吃了 知道吧 你看他都有点害怕了 这个地方有点麻烦 就是水要去上面那里提 我们这个鸡养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这匹鸡买的是脱温苗 也养了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有一个养鸡的表格 他们建议我们哦 因为我们没有养鸡经验 第一次养尽量不要买出壳苗 他说他那个太难照顾了 然后我们当时也去看了那个出壳苗 确实不适合我们养 他说现在天气冷 然后还是养这种高温苗 比较好 真是我们买回来没多久 这不就冷了一段时间了不 是吧 要是买出壳苗的话 我们这个鸡养这么简陋 不能保温的话 我觉得有点难 所以说买的这匹鸡 看起来还是挺坚强的 我们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是吧 idereta 是